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国家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两周年 为了体现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两年来 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任主席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 负责全面统筹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事宜 在这两年期间 其实工作是很多元的 包括在政策的层面 比如我们在如何推动金融的互联互通 以至在两地的创科的发展 也有一些新政策的推出 另一方面也得到很多中央的支持 大湾区在中央的层面也受到高度重视 两年来 透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 落实不同工作 重点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便利香港优势产业 落湖大湾区 以及通过政策创新突破 以及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学习 就业和生活的措施等 加强大湾区里面 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创新科技这几年在香港的发展是非常之好 一来是香港有一定的优势 譬如我们有非常之好的科研的大学 我们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一些初创的科研的企业 在融资和集资方面是非常之方便 亦都是因为我们和比伦的深圳的互补性很强 我们做科研和转化 但是深圳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先进的制造业 希望随着余江大湾区 是应该以创新来推动发展 我们将打造一个国际级的创新及科技中心 摆得在非常之优先的位置 2019年3月和11月分别公布了 一共24项便利香港居民 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